1月16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連發推文 揭示川普政府對抗中共的外交成果 在一系列推文中 蓬佩奧首先把中共和中國人民嚴格分清 並表明川普政府是第一個認清中共本質 也是第一個抗擊中共威脅的政府 他說 中國共產黨是威脅 中國人民不是 50年來 美國對中共屈膝 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不再屈膝 川普政府結束了幾十年來 對中共的綏靖和誤導接觸政策 我們再也不能忽視自由美國與中共暴政之間 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區別 蓬佩奧強調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民 美國支持中國人民反對中共專制統治 我們知道 這是蓬佩奧在用最後的事況 以最後的影響力來希望喚醒美國人對中共的警惕 而事實上 過去的40年裡 中共在美國的滲透肆無忌憚 美國一直對中共的滲透缺乏警惕 中共的滲透對美國的社會買下了大量的隱患 直到川普總統上來以後 美國才開始組織起 應對中共的超限戰的侵占和戰力 蓬佩奧以中共鎮壓香港為例說 中共撕毀了對香港人民的承諾 我們讓那些剝奪人民自由的行為付出代價 當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時 川普政府撤銷了香港特殊貿易地位 制裁中共和香港官員 對於目前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 蓬佩奧批評 中共至今仍在掩蓋疫情 對病毒來源撒謊 讓那些瞭解疫情真相的醫生消失 川普政府則是不斷在全世界公開呼籲 疫情要透明並譴責中共的掩蓋行為 他還談到中共在美國 進行各種間諜和滲透活動 以及川普政府對中共各種恶行予以反制 包括中共在德州休斯頓的外交機構 進行間諜活動 以及中共透過孔子學院 在全美進行文化滲透等 中共這種極權的共產主義政權 共產主義的意識在美國被滲透的爐子自身 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是瞭解的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美國人被中共滲透 事實上美國面臨了一個非常恐怖的進化 在中共的這場無聲的戰爭中 美國早已被攻城掠地了 所以蓬佩奧在最後的幾天的大量的推文當中 實際上是表達了一種非常憂國憂民的心態 蓬佩奧在推文中說 川普政府作出承諾也兌現了承諾 扭轉了幾十年來對中共不作為的政策 凍結侵犯人權者的簽證 並針對中共高官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行為 實施制裁 很顯然 當然現在美國政府和蓬佩奧都希望看到 下屆政府能夠繼續對中共強引 尤其比如說在這個中共在這個貿易政策上面 在這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都應該拿出這種強引姿態來 否則的話 川普政府進行的努力呢 可以說是將會要功虧一虧 如果美國的下屆政府真的是為美國人民的利益著想 為美國的長期利益著想 就應該繼續執行本屆政府 對中共的決定策 1月16號是美國宗教自由日 蓬佩奧在推文中也表達了對中國宗教自由的支持 他並在國務院網站發表聲明說 美國重申致力於促進世界各地宗教自由的承諾 確保每個人都有行使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 我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 將其視為美國最優先的自由和世界各地的普遍人權 也不可能堪美 作詞資本可以說 美國最優先的制作 寫入許多等 積入了解決心 好 感谢观看